不讓您晚餐吃了沒呢 來帶您看到 這是總統蔡英文曾經光臨的 彰化一家傳承百年的小吃店 傳出老闆不開放 內用了改賣冷凍包 呈現了半退休的狀態 讓很多的饕客士上門鋪空 覺得非常的失望 老闆娘說就是因為人手不足 所以只能先這樣 扎實麵條搭配雞捲蝦丸香菇丸 這碗貓鼠三寶麵 可是連小英總統也讚不缺口 當初即使形成延誤了 也專程回頭來光顧 留下相片 但如今有掏客前來卻鋪了空 因為業者在門口貼出公告 取消內用 一大鍋豬腳滷得爛透 湯匙輕輕扒開 骨肉瞬間分離 取消內用 熬不過老客戶要求 改賣滷豬腳 雞捲香腸等配菜 冷凍包繼續服務 老闆坦言改變經營模式 除了人力問題 還有健康問題 先休息這樣子半退這樣子 賣一些冷凍的讓客戶帶回去自己烹煮 現在人工真的不好 不好請 耳後有機會的話 緣分到的時候 也許我們就可以再次的再度品嘗 毛薯麵 如好的豬腳包裝冷凍銷售 之前彰化另一家知名礦肉飯 老闆也因為年齡健康 還有人力停止營業 現在也應客戶要求做冷凍食品 一定有人會做的啦 口味就不是你們的啊 對 但是 你哪有可能說 不保的王朝 業者看淡事業興衰 彰化美食三寶 肉丸酷肉飯 娘娘缺一寶 過去的繁榮變成相片牆上的 一張張名人合照 記者 林一峰 彰化報導 好 阿 scripture 我們有意義的 �寸 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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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